我叫薛英贤,今年八十岁了,在国家体育总局当了三十六年的医生,三代医生 因为在二十四季八十年代就开始反对中国国家的运动员持续问题 因此我找到了迫害全家弄得我家伙人亡 我们五年前采访过您,这次特别高兴能够来到德国拜访您 想问问看您这过去五年在德国生活得怎么样,您还满意吗? 很满意,就像北京一讲的 我身本五乡,心安是归处 所以这人都挺友善诚恳的 但人没有像中国人说话都提防着对方为了告你 文化大革命动员人都不善良了,这个社会就要腐败了,人性不善良了 当时17年您离开中国,那个时候您觉得这个压力已经到不可承受的这种程度了吗? 已经是跟他们家伙人亡,儿子妻离子散,都到这种情况了,你知道吧 大儿子又被关进牢里坐了114天的牢,就因为反带兴奋剂 陈正好1979年,派到法国学习 学习一回来就用这个兴奋剂 就是他这个很目标,哪个队的尖子运动员首先抓着去有用 那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有没有其他的队一也像您一样站出来反对的? 队一都不敢的,都心里不想用 但是一听说是运动员吃了这个脊素可以扫心口不受伤 这大夫一听说不受伤,那安慕大夫就高兴了 因为审能按摩了,明明是不敢用的 后来就无所谓,跟着这个中国人这个 跟着这个视力,看这个视力的眼睛很严重 在国家的也是很严重的 整个是后来就躲着我了,吃药躲着我 就运动员也不敢跟我说,这都是堆在布置下来的 到84年,我本来是医务监督组的大组长 我管着有30多个人,当时我这个大组长 就把我的大组长扒了 这是罗维斯,他写了两篇文章 写了两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血色素的制定,就是吃大量的铁片 就是普通人比方平血也好,摄入量15毫克 他们就是每天的摄入量达到800毫克 六倍到800毫克,提前比赛前20天就开始吃了 这是这个医生,她在我妈离开以后就是她做这个医生 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这个医生作为她的论文写在这个国家体的杂志上 这里都写了这些人,名单上都有狼瓶,这写了狼瓶,良叶,正美珠,这都有 我出来又到德国以后,就说医生的一切福利就不给我了 一切福利都断掉,给我专门来个短信,一切福利都取消我 我这是挨打不平,挨抱不平,人家都说我是个挨抱不平 有些什么真心话都爱让我讲 医生问题本来就是偷世界运动员的东西 偷啊,偷是偷来的金牌啊